好啦,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是河口湖 富士山不知在哪裏,但河口湖是在那裏的 富士山可能在這裏後面,也不奇怪 我們今天來的是一個新開了大概一年 一年左右的一個導資站 我們去完這個露營,回程的時候呢 經過河口湖,我打算進來看看 這個導資站的外觀設計也是比較新的 大家看看這裏的Food Court menu 很多選擇 有海鮮冬,然後還有一些Soft Cream 但是Soft Cream,這裏附近有另一間餐廳,我們會吃的 咖哩飯也不錯 或者可能是這個富士英豬扒 炸豬扒定食,都好像不做 Menu選擇有繁體中文 麻煩了 喂,簡體字來的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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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那不行啊,不行,不想看 那如果我選擁體字,會怎樣 不是一樣的分別 怎樣用 假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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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這些字是繁體,有些字是簡體字 GC GC 好,食堂店內環境 咦,他們的飲水的紙杯都是環保的東西來的 然後這些水呢,用魚板山系深井護水 咦,不知道是什麼 食堂座位除了裡面之外呢,還有外面位的 那因為今天不算十分之熱啦,30度 不過有陰,還可以涼的,所以我們坐在外面吃 結果我最後呢,就麻煩不讓我吃炸東西 所以我選了這個是信州雞醬油冬 嗯,麻煩那個呢,是不知道什麼麵 山梨的名品啦唷,東京都料理啦唷 嘩,又吃又吃這個香草料店 我啊,真是不料 OK,我們來這個午飯 嗯,這個Food Court的飯,是幾好味的 但是,價錢就有點貴 不過這個呢,是河口湖價格來的 河口湖這個觀光旅遊區 那些東西是貴一點的,普遍到 好啦,我們在Food Court吃完飯 然後現在跟大家看一下 店舖店內是怎樣的 那老實說,這些東西呢 就不是很便宜的 因為它是這個的 觀光旅遊區價格嘛 那所以呢 是 普遍來說,貴兩三成 比起其他的道資站 就好像這個一樣 這個道資站自己限定的 一些Castella 這個蛋糕 1480日圓 我會想吃咯 但是 有點貴的 不過 難得來到 這個蛋糕 它連這些燒肉的醬汁 等等那些 全部是無添加 手造 差點手造 不知道是不是,但是 好像挺好吃 所以呢 買兩支麥仔 這個 新的女之站呢 就在那邊了 是不是 回到這邊 有一間叫做 7C Store & Lounge的店 這間店 它是有一款 都幾特別下的 軟雪糕 我覺得一定是 和大家介紹一下的 那個軟雪糕就是這個 全黑色的 軟雪糕 其實就是什麼味道 哈哈 看到個實物了 它這個呢 其實是普通的牛奶 軟雪糕來的 但是為什麼會是黑色的呢 因為它是加了這個 竹炭在裡面 今天竹炭呢 加在食物裡面呢 就聽說是有這個 D Toss 的 效果的 排毒效果 好像說會有 不知道是不是 嗯 這個味道其實是普通的 牛奶軟雪糕來的 哈哈 但是我樣子呢 因為是黑色的所以 是很誇張的 是 好嗎 這個呢就是和大家介紹 河口湖 這裡的女之站 新開的這個 道之站 叫做位 是的 都不是新的 一年了 開了 是的 我們回到主頻道的時候 再和大家見面 嗯 嗯